转得不如女友多傻体验,NBA两连贯的她宁愿去土耳其打球,也不在家。 在NBA中,很多球员的老婆,基本都是全职太太,因为NBA球员是世界上收入比较高的职业之医疗,很多NBA球员都是超级大富翁,即使是球队的板凳球员,每年也都有百万美元的年薪,球员的老婆只需要照顾好家庭就可以了,但是万事都有例外。 有的NBA球员他们的收入和咖味较之自己的伴侣相差甚大,他们最终的结果都是如何呢? 吴贾西奇和沙拉波娃前胡人球员吴贾西奇,虽然随对夺得两届NBA总冠军,但是在NBA中,他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球员,甚至连球星都算不上。 而他的前女友沙拉波娃则是大名鼎鼎的网坛美女,他几乎已经拿到了能拿的所有网球冠军,他也是全球收入最高的女运动员之一。 咖味的差距其实没有给他们的感情造成太大的影响,最终让他们的分开的原因是一地恋。 当时吴贾西奇已经在NBA混不下去了,但是出于对篮球的热爱,吴贾西奇执意要去土耳其打球,两地分居终究不是方法,两人最终分手。 也许外人会讲,既然沙拉波娃这么有钱,吴贾西奇为什么要去那么远打球呢? 其实吴贾西奇在小时候患有严重的抑郁症,开始打篮球之后才有所好转,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篮球拯救了吴贾西奇。 在爱情和篮球面前,吴贾西奇最终选择了篮球,贾里奇和利马曾吉,何时贾里奇是很多男性羡慕的对象,这位旨在NBA效力的七年,最高场均分还不到十分的NBA小角色, 却是将全球最性感的利马搂入怀中,超模利马是全世界男人的梦中行人,无论是收入还是咖威利马,都远远领先于贾里奇,他们之间最有名的故事,当属贾里奇和利马结婚之后球场上,连打二十铁随后直接被踩,之后贾里奇连NBA球员都不是了, 而利马事业则是永攀高峰,媒体的大次炒作让两人的感情产生了隔阂,两人的婚姻一共持续了五年的时间, 尼克扬和A.B.尼克扬当时和A.B.在一块的时候是非常的恩爱,经常秀出各种大尺度的自拍写真, 其实说实话两人的咖位也是相差不少,尼克扬在NBA中可能连球星都算不上,而A.B.在美国乐坛可是获奖无数,其中不法有全美最佳说唱歌手,全球最性感女星等重磅奖项,但是最终两人还是分开了,至于分开的原因是尼克扬出轨,真是让人哭笑不得, 罗德曼和麦当娜这两人的结合,更像是一个笑话,或者是麦当娜玩笑人生中的一个插曲罢了, 当时的麦当娜是全美天后级人物,更是有名的社交名誉,罗德曼的咖位比之相差巨大, 麦当娜之所以会找上罗德曼,可能是因为看上罗德曼那壮硕的身材和玩世不公的性格吧, 两人一拍即合,书写了一段无比疯狂的故事,罗德曼自己透露,麦当娜甚至一天都会要十次, 这让罗德曼是吓得不轻。